- 零一線上一直不斷發生在我們生活中,也許哪天仔細看你拍過的影片照片,就會發現自己也拍到了不尋常的畫面。 今天我們要來看五個被拍攝到的零一影片。 一位網友Junked Up Kitten在2008年上傳唯一一個影片,網友表示他跟朋友去荒廢酒箱魚逛了大約六個小時,因為爸爸剛好跟建築管理員認識,所以讓他們進去。 大部分的時間他們都在嘻哈打鬧,也帶了一台攝影機想要拍攝美國抓鬼節目的搞笑版。 所以那時候他們並沒有真的進去拍01影片,只是拍完回去看的時候卻發現窗口有個不尋常的畫面。 然後房全部都是被鎖起來的,但是畫面卻可以看到窗口出現一張男人的臉,看起來很像在尖叫一樣。 當網友走過窗口後,那張臉就消失了。 第四,小女孩。 這個影片沒有太多資訊,也不知道是誰、哪裡、那時候拍攝的。 畫面中可以看到一個人在一個昏暗的地方錄影,看起來是一個助甲,只是當他打開門後看到一個類似小孩的黑影。 第一次看到可能以為自己演化,還再次開門再看一次。 第三,鬧鬼屋不要逛。 現在很多人喜歡到傳說鬧鬼或是靈異現象常發生的地點探險,但是當然遇見鬼後又不能好好的拍攝。 這個在美國加州一間Barton 別墅,是一間被認為許多崇拜殺人組織最愛聚集的地方。 也是一間鬧鬼許久的荒廢屋子。 所以在網路上也有許多關於這間屋子的靈異影片,在2006年幾位靈異專家到這裡做調查。 當時走在裡面的樓梯看看每間房間,看看每個窗口,直到某個人或是靈體也決定回頭看他們。 不要逛! 第二,陰暗工廠 頻道Gypsy Paranormal專門做都市傳說鬼屋探險的影片。 在這次的探險,他們到了一個老舊的鋼鐵製造工廠。 裡面的員工表示在工作時常常碰到一些怪異事件, 像是聽到莫名的吹口哨聲音。 黑影,甚至有時候會看到非常清楚的靈異現象。 這個影片則是Gypsy Paranormal在到這間工廠時遇到的恐怖時刻。 當時工廠是鎖起來的,裡面也只有兩個工作人員, 卻拍到一個黑影走過去。 第一,陰暗不散的靈魂。 在美國田納西州北部有一間惡名昭章的監獄。 因為在1896年開始營運時,是被拿來當犯人的強迫饒供營。 這些人必須要在非常危險的地況下工作。 當時這些犯人也被監獄長嚴格的管控, 所以讓這裡成為陰氣非常重的地方。 當主持人在這裡面時,他們走進了當時放置犯人屍體的地方。 管理員表示他們時常聽到有人在工作或是講話的聲音, 就算裡面什麼人也沒有。 頻道主持人當然也在這裡聽到怪異聲音,甚至看到恐怖的黑影。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如果你很害怕可以到蝦瓶看看 仙人長自知的安心肌肉感,看完安息吃了更開心。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可以幫我按喜歡和分享,想看更多不要忘記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掰掰!